诶 阿宝 我们今天学点什么呀 今天学一下站位 我们今天开始讲站位 首先呢 我们先讲正手站位 正手呢 像我是右手持拍的话 就是在球台的一个右半边 然后我们正手持拍呢 首先我们的站位是 右脚在左脚后大概半个前脚掌的距离 迈开你的右脚 右脚在后 左脚在前 然后它的肩距呢 是比你的两肩略宽一点点就可以了 展开以后呢 我们的脚肩自然冲前就可以了 膝盖微微弯曲 膝盖弯曲的同时呢 我们的身体要向前 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向后仰 这就是坐着打球就不可以啊 一定要向前 这就是我们的基础正手的站位 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基础站位里的反手位的站位 反手位呢 像我右手持拍就是在我左半排 反手位的站位呢 你的右脚要更加的靠前一点 基本上跟左脚可以平行站位 你看 我这两个脚现在基本上平行 右脚迈开 也是比肩略宽一点 一定不能站的太窄或者太宽 根据我们自己的身高去调整 只要比肩宽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在打的时候呢 也是脚尖冲前 膝盖呢 微微的弯曲 一定要注意反手的时候 右脚不能过于靠后 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斜度 左脚也不能太靠后 这样的话会影响我们左半边身体的一个发力 一定要平行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基础站位里的反手的站位 这位呢 已经给大家讲完了 下期呢 我们来给大家讲正所谓的工球技术 记得点赞加关注